古亭背上那个大洞让芷熙又开始吹泪 悬语站在一旁忍着手疼玩袖子 一会儿看看她 一会儿看看同样默默擦泪的岩霞 她只好继续沉默 是因为俘虏 芷熙用帕子将眼泪擦干 轻声问道 岩霞默然喊手 芷熙师姐都知道了 芷熙淡了口气 她也是因为某次同窗小聚 听见古亭醉酒后念着芙罗的名字 才晓得他们仍有来往 为此她还特意去丙武部找过芙罗 芙罗一句话就把她赌回来 她乐意我乐意 与你何干 是的 古亭心甘情愿 芙罗乐在其中 她的行为看起来真的像是多管闲事 她一直看不惯神界放浪行骸的风气 自诩日后一定要找一个独一无二的知心者 可现在想来她竟是最大的傻瓜 曾经是福仓 现在是 她用尽所有力气 不让自己去想那个名字 起身道 我该回去了 眼下师妹 照顾好古亭师弟 走出梧桐院 望着满目金青交织的幕后梧桐 先前看到的令她肝胆剧烈的画面 一幕幕在眼前交织而过 芝西只觉得浑身的骨头都中了无数 芝西挽着她柔声道 师姐 你留一晚上好不好 我住在白甲院 芝西神色复杂 停了半声 勉强笑道 我 我得回去了 树辰部忙得很 下次吧 芝西遗憾地把她送到玉华店门口 摇着手目送她远去 芝西今天看上去好生古怪 难不成梦想中的速尘部让她失望 还是被古亭的伤下的 芝西一路回到白甲院 难得势力女仙今天没出去疯玩 见着她回来 她一脸笑的迎出来 公主 青园大帝方才 派神官 送来两套战将服 公主可要试试 芝西朝外殿的榻上看了一眼 上面放着一清一白两套战将装 应当试试 可她右手实在疼得要命 她今天对自己可是狠心大发了 当即摇了摇头 明天试吧 我困了 不想用事 她走进寝宫 了开杀杖 并扑倒在床上 右手比前几天还要疼上几十倍 扯得她脑袋都开始疼 往往刚睡着就被疼醒 翻来覆去 直到天色微明 剧痛稍稍缓解了一些 才睡得鼻息渐沉 不知睡了多久 沉睡中一个翻身压到右手 疼得悬疑颤 一下惊醒了 层叠的杀杖忽然被掀开 一只手轻轻扶住她的肩膀 扶苍低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醒了 悬疑惊得差点蹦起来 翻身猛地瞪她 你的滑絮是李一只道呢 扶苍有点跟不上她跳脱的思路 什么 这样擅转神女的寝殿 是李一只道里里面的哪一条 扶苍半天没说话 最后往床上一坐 淡当 既然醒了就起床 准备炼剑 原本她还不能这样快过来 绞杀陆虎大军的事 很多还没商讨完 战将部署 战术安排 都需得仔细筹备 谁知昨天天地忽然下了一道义址 召集神界所有帝君 包括三十三天之上的那些大帝 一同去天宫 不知商量什么要事 碎虎大军的绞杀计划 也只能暂时搁置 已经好几天没见到龙公主 她近日来得特别早 谁知等到快晨时她还不起 她便进入庆宫 看看情况 听见沙障中鼻息深沉 知道她睡得正香 就没有叫醒她 悬疑手疼得厉害 没办法证明 自己有心向学的积极态度 只得往被子里缩了一缩 我今天不想练 扶苍盯着她 扑在枕头上的蓬松长发 那今天的任务 就是继续讨一天 悬疑立即翻身 货真价实的泪光盈盈 我 我真的不想练 但她想吃饭 扶苍哪里理她 揪着后领 把她从被子里拖出来 起来 悬疑百般挣扎 右手砸在她腰间的唇云上 疼得倒抽了一口凉气 捂着半天不能动 怎么了 扶苍将她胳膊抓起 细细查看右手 上面连个小口子都没有 她用指尖 轻轻捏她的手骨 也没有任何损伤 别碰我 悬疑奋力挣扎 被子把脑袋一蒙 我今天不练 你明天来吧 再这样下去 她真的一万年也学不好见到 可扶苍从本心来说 其实并不是很想叫她这双手 去握剑打斗 以至于从一开始就教得敷衍包容 学不好见到便学不好吧 无所谓 扶苍虚了口气 手掌盖在她蓬松的头发上 那就继续睡吧 被子被掀盖一条缝 悬疑乌溜溜的眼睛 警惕地看着她 肚子饿 会有东西吃吗 扶苍墓中泛起一丝笑 没有回答 一只手轻轻抚上脸颊上 替她将面上的乱发剥开 悬疑缓慢却坚决地推开这只手 下一刻 手腕便被抓到塞回被子里 那只手又落在头发上 摸了两下 睡吧 干净清朗的气息 盈满整个天地 悬疑想挣扎 却又无力挣扎 一定是因为右手太疼了 她紧紧闭上眼 扶苍的手还留在头发上 时不时摸猫似的摸两下 她把悬疑当成那只蠢狮子吗 悬疑翻过身 避开扶苍的手 可很快 扶苍又追上来 将她重新纳入掌内 扶苍的长袖落在眼睛 眼前 暗银线绣的云纹 淡雅而简洁 悬疑盯着看了许久 忽觉她的手指摸在脸上 触到她颤抖的眼皮 她轻道 不睡 悬疑朝下缩了缩 想躲开她的手 扶苍却轻轻轻掐着脸 把她脑袋扳过来 海棠春睡 面颊油红 指尖触到肌肤又开始发疼 悬疑把眼睛闭上 睫毛一直在抖 扶苍不禁俯身 向她唇上轻轻吻去 似唇相处 悬疑受到惊吓一般迅速后撤 她便张开双臂抱住她 按着后脑勺压向自己 沿着下颚 一路缓缓吻到唇边 在悬疑微微翘起的上唇上 亲了一下 不睡便不睡吧 她另一只手托着悬疑的下巴 拇指在下唇上轻轻摸缩 掰开那片风润柔软的嘴唇 底头又一次吻上去 这次却有些凶悍 不容任何抗拒地搜索她唇尺间 所有的躲避 悬疑怎样躲都躲不掉 终于被捉住舌尖 缠绵纠葛 深邃铁饰 她第一次吻得这么深入而热烈 悬疑一次次被右手疼得清醒过来 又一次次被她重新按着沉沦下去 她试着去推开她 手腕却被捉住按在床上 食指交缠 扶藏用指尖细细摸索 她指尖中最细嫩的肌肤 不知道是素养还是痛楚 悬疑简直是说不清 自己到底是怎样一个纠结的状态 又庆幸手疼 让她时不时清醒一下 又痛恨这份痛楚 令她不能沉下去 她觉得自己在发抖 压着后脑勺的手椅向下 穿过长发 在她后颈上俯揉 旋即拨开衣领 拇指在锁骨上 极轻柔地滑了一道 扶藏在她半张喘息的唇上 舔了一口 渐渐辗转向下 吻在发烫飞红的脖子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飞线